那這個活潑的這個帕赫特 我抽比較多次 然後其實也還好啦 剛好是10次喔 那就零一下吧 那10次的話就可以獲得兩個那個溫泉的造型喔 所以也是不錯齁 因為其中一個你可以變成是那個 溫泉的造型就是不要物化女性嘛 那第二個就可以變成靈氣喔 我記得好像可以一口氣升到18級喔齁 柏赫特嗎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洗澡試試看好了 好 這邊已經洗得差不多了 好 泡湯結束 下蛙還要再繼續洗一下 好 滙香 滙香好像好像沒有用到齁 我好像只是看他說他的那個 這個好感度比較低 拿他來洗洗澡而已 好 我們把這個放上剛剛那個角色 剛剛那個柏赫特是 他是什麼屬性啊 稍等一下喔 來確認一下齁 這一個新的角色是召喚這邊 好 這邊 他是 他是什麼角色咧 看一下召喚率喔 好 他是水屬性的齁 OK 好 那我們就到這個魔戒溫泉這邊 好 把他放進來 然後把他儲物一下 我們做人可以不要物化女性 來泡湯 然後選擇水屬性的 柏赫特在這個地方 泡湯 好 儲物 OK 除物除完了 然後因為說我們有那個靈氣嘛 把他全部都送完 對對對 沒有記錯齁 一口氣就升到18級了 好 那所以說這個就是 必中召喚的部分 所以那個影片我就直接跳過了 然後這一次齁把這三隻角色 升到60級都會有這個獎勵 但是我沒有那麼多進化材料齁 所以說我大概就是等到這個 週末的時候掛一掛把這三隻角色掛到50級喔 三隻角色都掛到50級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獲得 1500 11500 11500 4500的水晶了 好 那另外有這個莫娜的這個現實任務 莫娜的現實任務就是你獲得 什麼莫娜的帽子 然後十次可以拿完全部的獎勵 那莫娜的帽子呢 他的每一個任務呢 其實不是很好解喔 譬如說這個 用核心的素材製作一顆點火核心 所以你獲得這個世界王的那個核心 可能不能解喔 那這個點火核心呢 你可以用水晶去解嘛 然後再去花一些這個 五星的這個原生的那個材料 那你也可以去用搞瑪瑙把一些這個 這個加幾的這個 比較沒有用到的這個五星材料去把它分解 然後拿來合成喔 那總而言之呢 這個十個 十個的莫娜的帽子 我覺得是可以拼一下 那另外呢 他的任務有很多種喔 然後這個除了這個點火素材之外呢 你還可以消耗工藝石喔 一百個兩百個 然後用武器工藝石鑲嵌到S 這個會一次獲得兩個喔 那我當時呢 我就是怎麼講呢 因為在搭配那個世界王的角色呢 然後就是 隨便洗一洗裝備齁 這也是日常任務 欸 結果我說運氣很好 防具工藝石竟然讓我洗到一個S喔 所以說這個齁 這個我就解掉了 一口氣就獲得兩個莫娜的帽子喔 所以這也是不錯 但是上週的那個 工藝石的任務啊 我好像洗了兩百個都沒有出現S喔 連A級好像都沒有出現 所以這真的是很吃運氣喔 那如果說這個 怎麼講呢 反正就是目標就是在這個 大概是十二十三天的時間 要獲得七個帽子 那你可以不斷的 不斷的製作這個點火的這個核心 來解這個任務 你也可以去拼刷這個工藝石喔 那工藝石的話就是武器一百兩百 然後防具 然後這個飾品都是花一百兩百個 那如果說你刷到S的話 就可以一次解兩個 所以我覺得工藝這個東西的話 是可以平平看的齁 好 然後這個是Mission Pass的部分 那這次世界王呢 用到的角色是這一個喔 這一個是歡喜天 這個應該大家都有吧 這好像是之前的那個世界王BOSS喔 然後這個是算是這個 這一次出現的那個 那個對側角 那至於即時感這個東西呢 哇 一口氣出現故事地下城跟這個世界王喔 所以這個掛網要掛很久了 那基本上呢 這個就是跟上次的活動差不多嘛 然後就是 這個有掛有 有掛有 有獎勵齁 就每天解個八次這樣子 所以說呢 這個大概也沒什麼問題喔 反正你就是給他開自動戰鬥 然後用繼續齁嗎 然後全部這樣跑完就好 然後獎勵就可以獲得了 好 那所以說這是這一次更新的項目喔 那商店購買的部分呢 我覺得平常我都不大會買這些東西喔 那但是呢 這一次我還是有 我還是有課一個這個搞瑪瑪的禮包喔 因為那個 光是要升級那些角色阿 技能阿 搞瑪瑪一直都是欠缺的喔 所以說我大概命運制這款遊戲 我比較有在課的就是這個 每月的搞瑪瑪的這個禮包喔 好那除此之外呢 這一次還有這個黑卡地的這個圖書館 那這也是在Mission Pass的這個任務 然後可以去看一下 Mission Pass的任務就是這個地方 那這個故事很很香喔 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喔 黑卡地的現實任務 那這個故事應該是沒什麼問題阿 這個隨便看一看就可以過了 好然後還有這個 惡鬥雷台的挑戰快結束了 說快結束還有14天 這個每天有解日那個例行任務一定可以解完 那幸運輪盤 幸運輪盤的話我應該就是 反正這四個跟每日任務都幾乎都是一樣的嘛 然後我大概都是點這個300喔 那這個機率我覺得還OK喔 因為我記得前幾次的任務 我有轉到好幾次大獎喔 不過我記得上次大獎好像是 好像是那個A級的這個裝備券喔 這次大獎應該是這個東西吧 這個火屬性的這個溫泉造型 好那希望可以抽到這個溫泉造型喔 好那這一次這個世界王的那個任務齁 一樣會把那個攻略的網址放在上面 那就看看這個大家適合 大家適合哪一個作業就跟著抄吧 那希望說我也可以超出一個超過1000萬的分數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然後剛剛好像獲得一個這個 在抽那個必中召喚的時候 那個什麼 五星召喚那個抽的那個保底已經到頂了 雙面摩亞 這個我好像已經六星了欸 這我好像已經六星了 這五星券是那個莫娜的那個帽子的任務 我已經六星了是不是 如果說我已經六星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喔對對對 黑白莫娜已經六星了 那當然六星的話 那我們就是直接把它當作是製作的材料吧 好這邊喔 這個材料已經收集到100了 OK 那就把它拿來當材料吧 既然已經加6了 那當然就是可以當肥料 然後暗屬性的有什麼要點火嗎 其實我也沒什麼好考慮的 因為這個雖然說命運之子也玩了那麼久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材料還是不夠 看那個操作業啊什麼 有人說他是新手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那個什麼 很多很多那個對應的角色啊 連那個加60都還不到 好沒關係 我們就先 先製作一個這個點火核心吧 這個也算是那個什麼 欸欸 這個也算是這個莫娜的那個帽子那個任務啦 三個紅色好像不錯欸 可是 可是我要攻擊力啊 他給我三個紅色是攻擊力 防禦力敏捷度 好像 好像怪怪的欸 因為攻擊力是很棒的 可是攻擊力不是應該配攻擊力跟暴擊嗎 欸 這個不知道 這個核心好不好咧 三個紅色感覺上很好 這個 這個 我先不要吃掉好了齁 這個可以 請那個大大留言跟我講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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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